听这堂课 首先我们来聊聊什么是目录法 从所周知大部分的书它都是有目录的 目录法的意思就是咱们在买到这本书之后呢 先读目录 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大概内容和框架 然后以此来决定在阅读的时候 我们应该更注重哪里 优先哪里 也就是说哪一部分你要先阅读 哪一部分你要略读 对于一些目录细节详细的书籍 你甚至是可以直接通过阅读目录 提取出三个主题点的 这个通过训练是完全可以简单做到的 比如我之前反复提到的 如何在爱中修行的那个例子 就是说从目录里面 可以直接提取出三个主题点 回到问题本身 什么是目录法呢 简而言之 目录法就是通过阅读书的目录内容 来指导我们阅读书的正文 构建起对书的结构认识的一种方法 那么目录法有什么好处呢 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学习这个目录法呢 因为很多人现在对目录的一个印象 还是停留在 只是通过目录来寻找特定内容所在的具体页数的阶段 其实目录远不只是只有这个功能的 之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阅读目录 对一本书有初步的定性 利用目录建立起对一本书的出印象 是因为大部分的作者在写一本书时 其实都是精心设计过目录的 他们一定是把每一章节的精华部分提出来 通过目录的形式呈现给读者的 例如咱们有一本很风靡的亲子书叫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这本书的作者就说当时他们想题目想张杰明都花了很长的时间 大家坐在一起头脑风暴了很久之后才有了最终的定案 所以读目录其实就是读作者对自己书的一个最精炼的总结 而如今尤其是像工具书啊 很多目录其实都是非常详细的 在大标题后面会有小标题 这样就更方便我们对这个全书有一个概括性的理解 我们完全可以在读目录之后就总结出全文的框架 然后去除取经提炼出三个主题点 比如说我们上文提到的如何在爱中修行 例如第一篇的大标题里面还有小标题 比如说无时无刻的营造爱情 为什么我们会反应过度等等这样的一个小标题在里面 这样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细化我们的主题 例如我当时的第一个主题就挑了 你怕的不是爱而是失去爱这个小标题 因为我当时的直觉就告诉我这个主题涵盖的人会更广 所以呢如果是工具书类的话 多多借助小标题的阅读 我给大家发下这幅图啊 具体的操作呢我们稍后就会来详细讨论 总的来说目录法它完全是可以让我们 对全书有一个初印象的认识 它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读书的效率 而且一定可以加深我们对书的理解程度 所以值得大家好好学习来利用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根据不同的书的类型 来具体聊一聊目录法的运用问题 在讲到不同类型的书之前呢 我要强调一下针对目录法而言 你可以利用的具体方法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是找关键字 就是找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字提取 第二个就是整理逻辑关系 在目录中你用自己的思考 整理出全书的逻辑关系 具体的操作呢我现在开始讲 我们从工具书类开始 工具书类是我们会遇到的 最多要拆解的书类类型 所以我一般呢会把它放在第一个来讲 所谓的工具书啊 就是介绍某些理论方法和实用技巧的书 有些地方把这些书会叫做干货类的书 例如咱们刚刚提到的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它是介绍如何做妈妈 培养孩子的一个书类 然后我们提到过的 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 就是说介绍一些情感上面的一些技巧类的书类 那么像终身成长这本书 则是介绍你应该如何培养发展性思维 来让你的人生走得更加顺畅的书类 以上这些书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都是围绕一个主题 目的就是讲清楚这个领域的知识就可以了 这些书的实用性其实是非常强的 解决的也是读者的一些正在面临的一些问题 所以它比较容易达到痛点 他们的目录呢一般也是非常清晰的 但是这里啊我还是要给大家提一个醒 很多时候针对工具书的目录 电子阅读 例如我们上节提到过的微信APP的阅读 里面的目录 比纸质版的目录 其实内容是更加丰富的 建议大家可以在APP里先看看 要拆解书的目录 我们现在开始以终身成长这本书为例 来讲一下 它的目录应该如何的来解读 看完这幅图呢 我们先可以利用方法一提取关键字 很明显的就是这本书的关键字 就是思维模式 那么我们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脑子去想 作者定义的思维模式概念到底是什么呢 并且我们还能看到它的逻辑关系 就是先介绍了思维模式 然后接着说关于能力和成就的真相 真相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揭开表面 看到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的那些东西 我大概就能猜到 一个可能作者想要提的是 一个人呢 他的能力体现很有可能是由于不同的思维模式决定的 接着我们就看四五六章里面 他讲的是在体育方面 在商业方面 在人际关系方面 那么我就能猜测到 可能读者要说的是 在各个领域中 思维模式的这个重要性 我们大概就猜到八九不离十 他聊的首先是思维模式 然后是不同的领域里面 思维模式对人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接着我们再看第七章 思维模式的传播 那这一章呢 可能就是谈思维模式的养成 还有我们的思维模式是怎么形成的 或者说为什么父母老师教练 对我们思维模式的形成为关键 第八章就是很好理解了 改变思维模式 可以说也是这本书的重中之重 因为任何一本工具书 其实都是要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的 前面一直在论述思维模式的重要 这里就要说 既然它那么重要了 那你就要学着改变不太好的思维模式 那怎么改变呢 他就告诉我们了 这样啊 一本书的脉络就全都出来了 其实我们还没有看这本书呢 我相信很多今天听课的同学 也不见得已经读过这本书了 但是我们已经花了就是 五分钟不到的时间 大概就知道终身成长呢 它是一本工具类的书 它主要讨论的是 不同思维模式对我们的影响 它可以在商业领域 人际关系方面 影响我们的生活 而且它是可以被改变的 怎么样 我们还没有开始看到 这本书的正文内容 如果你真的要跟别人讨论的话 你也能说出一二了 所以这就是目录法 给我们最直观的一个好处 然后我们利用我们刚刚的这个理解 做一件最关键的事情 就是试着提炼一下三个主题 我们来想一想 第一个主题 我可以提炼思维模式是什么 对吧 第二个主题 思维模式对我们很重要 第三个主题 我们可以提取 我们怎么才能养成好的思维模式 这就是一个三点的雏形 接下来呢 我们要聊一下文学类的书 文学类的书 其实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一种类型了 大家一提起文学类的书 肯定就会先想到小说 但其实文学类的书 肯定不止包括小说 它应该还包括散文集 传记 诗歌散文 它们都是属于文学类的书 一般来说呢 我们读文学类的书啊 要把握两点 一个是透过文字了解 作者构建的这个世界 第二个是透过文字了解 内容背后的这个深意 大家仔细想想 看看是不是这样 比如说小说 活着 很多人都很喜欢这本小说 于华就说了 他写这本小说 是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 对世界乐观的态度 而写作的过程呢 也让他明白 人为什么要活着 他的答案就是 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文学作品就是通过 作者讲故事 写诗歌 写散文这些形式 来表达自己的所想所悟 由此可知呢 文学类的书 极要抓住的就是 文字背后的深意 文学类的书呢 我们拆的比较多的 会是小说 传记这一类 这些都是要提炼 作者深意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例子 算是人物小说 我从微信阅读里面 截图的目录就是 敌人节拯救大唐的权谋大师这本书 我可以老实告诉大家 这本书是我很随意的挑的 我甚至没有读过 但是我也一样的可以来解读他的目录 首先我们看他的题目 就说敌人节 然后副标题是 拯救大唐的权谋大师 我们从题目里先猜 他可能讲的是敌人节的故事 从副标题里面可以知道 主要讲的是 他为大唐事业贡献的谋略和智慧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目录 在PPT的右边 第一章出路官场必须要做的 我们提取关键字新手 可能可以涉及到的点 就是关于我们现在新人出路职场 应该怎么做 第二个关键字沉默 可能可以提取的点 就是如何在职场中管住嘴 第三章是逃生术 那么我们可以联系到 咱们在职场中遇到麻烦的话 应该怎么脱身 第四章铁碗领导 我们可以想到 我们怎么样去和比较强硬的上司相处呢 第五章个性 如果在职场中 我们要怎么做 来彰显个性 而又不张扬 第六章 我们可以联系到 怎么建议领导改变他的策略 第七章 如何建立人际网 最后我们可以联系到的话题 可能就是一个人在职场 包括在生活中的远瞻性和谋略观 这么一看完了 我们就能利用目录法的第二条逻辑处理 理清这本书的逻辑 其实他就是说 敌人节在官场上 有退 有进 有大局 又有细节 掌控的能力 大概我们就知道了 作者要描写的是这么样一个形象 而我们立马呢 可以想到 我们也可以攫取出里面的三个观点 运用到当下的职场问题中来 这样就是我们所谓的联系乐点的能力 如果这本书给我 我读完目录之后 我可能会掉这么三个点 第一个点我会掉第一章新手问题 第二个我会掉第五章的个性问题 第三个我会掉第八章的大局观 因为现在很多新手出路职场 都是很焦虑的 你写这个点的话 一下就很抓人眼球 而且现在的人呢 比较喜欢谈个性发展问题 所以我也选了这个点 而大局观 我认为无论什么年纪的人 他都需要有 所以一下子一上来 涵盖面就很广 当我读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就是我真正读到正文的时候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我有了这样一个概念 我读这本书 我肯定会着重读这几点 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虽然他写得很清楚 是第一章谈新手问题 第五章谈个性问题等等 但是我相信 在全书的别的章节里面 肯定或多或少的 也会涉及到这些观点 所以他只是让我们 建立一个初步的概念 我需要特别注意这个 但是不止注意这个 大家有的时候老会问我 就是我到底应该打乱顺序来读 还是怎么读 你读肯定是顺着读 但是你脑子里有 你自己的一个框架 所有的东西 为你的框架服务 而不是你为书的顺序服务 所以我讲这句话 大家就应该理解了 总的来说文学类 我就是想提醒大家 文学类的书 真的没有办法 做到一个点 完全讲一个问题 很可能是很多内容 会砸楼在一起的 因为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这本书 讲的是敌人节 它里面肯定还会有 别的人物出现 那么敌人节 他可能到了人到中年的时候 他在那个官场上 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但是还有别的人物 跟他发生关系 别的人物可能又是作为新手 再进入这个职场 那么他也可以作为 你要讲新手问题的一个素材 对吗 大家不要就是僵化自己的思想 应该要打开思路 之后我们的课会具体谈到 如何提取观点 所以我这里只是简单 跟大家提一下 千万是书为你服务 而不是你为书的框架服务 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 专业类书籍 如何利用目录法的 一般来说专业类的书籍 就是我们说的 某个专业领域的普及书籍 因为它是面向大众的 所以一般不会让我们 拆非常高深的专业书籍 像很多历史类 经济类 甚至科普类的书 都可以归为这一类 而这一类书呢 其实也是完全可以 借助目录法来进行阅读的 这一类书籍 虽然相对工具书来说 没有那么清楚的脉络 可以一眼就看出来哪到哪 但是你借助目录法的话 至少可以加深对它的理解 例如我曾经猜过的一本 叫自私的基因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目录啊 也是在PPT的这个下面这一块 一眼看过去 我特别感兴趣的 就是第七章第八章和第九章 为什么呢 从题目中可以看出 前三章和人的行为有关系 我认为可能是作者提出的 解决自私的一个办法 带着这样的一个初步印象 我就开始来拆这本书 所以在这之前 我可能总结出了这样的三个点 第一个是什么是自私的基因 先是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然后再引入我们的生活实力 第二个我拆 关于婚姻里面的自私基因是什么 第三个我可能就会拆 关于亲缘关系里面的 自私的基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陌生人之间 自私是很好理解的 那么为什么在亲密关系里面 还会有人自私呢 这不就是大家感兴趣的点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是科普类的书 读目录也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大家有没有学会 今天这种方法呢 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课的 主要内容了 学会了目录法 一定可以让你的阅读 开展更加顺利 大家一定要快快的熟悉 运用起这种方法 谢谢大家